发展的几座模式 这就是五本德国史 那个五本德国史呢 现在很粗糙 要把它变成 变得像这种 像这个三分之二就行了 我就敢叫搞了 这个是德国史 那么第二个呢 是教材 教材要编 那个专题来编 希腊文明啊 那个罗马文明啊 这个教材 教材系列 那么那个大概有十几本 十几本的教材 本来是二十四本 本来是 一本是希腊文明 一本是希腊文明的 学术动态 本来是这么编的 现在可能编 不愿意干这个了 就把它定在一起 本来是 预定是二十四本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系列 第三个系列嘛 是翻译的东西 我们最近翻了一本叫 哥本的问题 这是广西搞的那个 海通文库 那么已经搞了十几本了 这个系列 还得做下去 第四个系列嘛 是德国式短题翻译系列 那个第四个是我在编文集 很好啊 本来八本七八本的文集 第九个系列 第五个系列是 最近建了一个项目 叫做文明史西方 文明史范式研究 那么这可能要写一百万字 那个重大项目 必须写 所以就是 就这几个系列吧 四十来本书一起 齐头并进 一起搞 没有啦 反正做得成就做 做不成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这样 这样来做 把那些 真去 真去白想做的就做了 做也是做 不做也是不做 做了就做了 不做也不做了 所以手头 要做的就是 有心编的 有写了草稿 要把它 项目已经结析了 要把它 变得可以出版 这个 就是这些事情 西方文明史还在开呢 西方文明史文艺复兴 外国历史民族选读 外文历史民族选读 然后宗教改革 德国宗教改革 德国农民战争 大概就是教这些课吧 这也有本科 这也有研究生的 我是一个通选课 通选课是 面对全校学生的 就是讲一讲 比方说这个 这可能也可以作为 课程里面的一讲 对吧 就是几个人上 一个人上 一个人上 所以一般是 一个学期上 两门课 或做上三门课 一般 因为我蛮喜欢讲课 所以说一年上 五门课 还在上网课 网课就是 你不是问我吗 这种东西 有没有清盘权吗 网课就是 智慧书的两门课 放在网上的 就是北京大学 都是东西部 课程联盟的课 也是北大教育处 教我去开的 所以那也是 一个学期加两门课 网课是放录像 但是这面课呢 要上十六个小时 这面课也够强 就是也很多的 所以这就是 北大的讲课量 外面还有一些课 外面清华大学也有些课 清华也有些课 一开始就我和他们打招呼 我来讲了对吧 要不要你来讲 你不讲了 我就直接开始 好 行 我来讲 那同学们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我的课件吗 看得到 看得到 这是直录的 对吧 对 我来讲 谢谢大家 第一版的这个书是哪一年出版的 2004好像04年 2004那也有十几年 时间过得好快 2004到现在有十六年了 那我是看不到同学的 看不到的 你这里看得到台湾吗 我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台湾 没问题 声音可以 可以 嗯 嗯 嗯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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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耀教授呢 那个主编的世界文明史 那部是我记得是2004年第一版 至今呢已经是16年过去了 但是好的书啊 它能够那个方性为爱 这部书呢已经被引为很多学校的那个通用教材 同时呢还考研也考这本书 这本书呢 一个呢是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史 第二呢它非常准确 它里面的一些数据写的中规中矩的比较准确 第三呢这部书呢比较全面 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方面 尤其凸准确准确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很多小的细节上 它都有一些自己的观点 是一部很具有特色的这样一部著作 所以我自己上课的时候 我对我的学生们讲 我说我的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主要的要把这幅书好好读一读 我们讲历史 一直强调的是一种立体的教育 你要有不好教材 你要老师来讲课 你要有历史地图 你要有史料 然后你还要关注学术动态 而教材就应该有最基本的 最准确的知识 所以这部书对我来说 给我自己带来的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 上一次讲 我们是著名的严海英教授讲 他讲了古代的历史 我这一讲呢 是接下来讲 我们要谈谈 欧洲的中世纪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谈谈 欧洲的中世纪 我们谈欧洲的中世纪啊 怎么谈 为什么我们说要谈 为什么我们说要谈谈呢 因为谈不深 为什么 中世纪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千年的历史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谈得很专门 我们只能浅谈 我们的面呢 也不完全是西欧 我们呢 是涉及到整个欧洲 只能从宏观的层面上来把握一下 欧洲的发展 欧洲的中世纪啊 经常被人认为是黑暗时代 这个观点呢 我们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呢 它涉及到对历史的认识 所以我们在黑暗时代 我们就打了个问号 我们要走出这个黑暗时代 我们叫做什么 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欧洲啊 到了那个14世纪的时候啊 它那个封建制度 已经走到它的 走到它默期了 同时欧洲呢 还产生了一场巨大的瘟疫 叫做黑死病 一个呢 是自然灾害 一个呢 是社会秩序崩溃 导致了文艺复兴的 早期人文主义者 尤其是比特拉克 都把它称为黑暗时代 比特拉克把历史 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古代的 他认为古代是好的 第二个是中世纪 他说中世纪是不好的 他自己生活的时代 也是不好的 据他来说 生不如死的 还好比特拉克 说了一句伟大的话 说新时代 从我比特拉克开始 所以呢 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呢 就被人记住了 黑暗的中世纪 黑暗的中世纪 后来引发出一场学术讨论 有一个历史学家 普克哈特 在1860年的时候 出版了一本书 这部书呢 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提出了一个观点 那个观点就叫做 意大利那个时候啊 是最早的 现代社会的第一个产额 因此呢 文艺复兴 就是近代的开端 他为什么这么看呢 他是从人的方面来看的 他说那个时候 人已经变了 已经是新人了 所谓的新人呢 就具有了 那个理性主义 个人主义 人文主义 世俗主义 然后就是人的发现 世界的发现 因此呢 他认为这就是 近代社会的开端 他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呢 有一些学者 中世纪研究的专家不同意 他们就认为 你这样说 这样的分歧 有点武断 你这是割裂了历史 他们认为呢 历史是延续的 所以有一个著名的 哈佛大学教授 哈斯金斯 出版了一部书 叫做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他说啊 文艺复兴 也不见得那么现代 中世纪 也不见得那么黑暗 所以历史呢 是延续发展的 所以呢 就要对黑暗时代 打个问号 这就刚才说的呢 是一段历史的公案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问题呢 就比较大了 我们第一 为什么说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很重要 第二 欧洲文明的基础是什么 然后我们从教会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 三个方面来看看 谈谈它的中世纪文明 最后呢 我们谈一些自己的结论 欧洲中世纪啊 有两次大的劫难 第一次是罗马帝国崩溃 一直到封建制度建立 时间大致是476年到公元800年 公元800年出现了查理帝国 然后封建时代也开始了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啊 欧洲出现了一种混乱的次序 混乱的次序里面呢 这个时代呢 我们是一般把它当作封建 主义兴起的时代 其实是个比较混乱期 战争 饥饿 社会失序 一共是300多年 从那个476年到公元800年 这个350年左右 比较乱 那个经典作家 马克思曾经说过 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满族的入侵 极大的破坏了欧洲的生产力 指的就是这一时段 第二次大的劫难呢 是那个1348年左右 1348年那个时候啊 欧洲爆发了黑死病 死了五分之二的人口 同时那个时候啊 中世纪的欧洲的制度崩溃了 欧洲的体制崩溃了 社会上没有秩序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导致了 那个欧洲人啊 普遍的悲观 也导致了知识经营们的崛起 所以呢 事情总有两面性 一方面呢 就是旧制度崩溃 另一方面呢 出现了一些时代精英 像淡丁 比特拉克 布加丘 就是这个时代的 你假如去翻开一本 布加丘写的十日谈 它里面就谈 由于瘟疫的缘故 大家去躲避瘟疫 于是呢 七个少女 三位男士 就到山上去讲故事 就是黑死病的背景 比特拉克也是同样如此 比特拉克 有一个精神恋人 叫做罗拉 那个罗拉就是1348年 黑死被那年去世的 所以呢 那个时代 就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时代 但是尽管有灾变 中世纪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认为 没有中世纪 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我们提到这样的高度 我们来看一看 中世纪欧洲的重要性 首先啊 我们从文化景观谈起 你跑到欧洲去 你就看到有很多教堂 有修道院 修道院里有羊皮书 有城堡 有歧视风度 歧视制度 有基督教艺术 你到荷兰去 有荷兰的墓靴 磨坊 磨面的 磨麦的 风车 玉京香 当然你不能说 玉京香就是中世纪来的 但是有很多 墓靴啊 风车啊 那个磨麦的磨坊啊 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 那个传统 到瑞士 瑞奈瓦 对吧 伦敦 伦敦这个建筑里面有很多 那个中世纪的那个建筑 或者中世纪风格的建筑 所以我们说假如没有这些东西 外国也不像外国了 你跑它从自然景观来看 文化景观来看 就看到呢 中世纪确实给我们人类文明 带来了非常好的东西 非常好的东西 我们再说啊 没有中世纪 也就没有文艺复兴 刚才已经谈到这个问题 比方说 都跟哈萨说 文艺复兴 就是近代社会的开端 但是十二世纪的 那个 哈萨君是说 不见得 我们十二世纪也好得很 所以他提出了口号 叫做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我们要深入去研究 中世纪的音乐 中世纪的文化 中世纪的法律 中世纪的建筑 中世纪的诗歌 中世纪的情感 你越研究进去 你越觉得 中世纪是非常丰富的 它的文化是非常丰富的 除了那个精神文明 还有它的物质文明 都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要谈来第三点 叫做没有中世纪 就没有独特的欧洲体制 欧洲的中世纪 发展出了一大堆的 独特的制度 农奴制度 领主附庸制度 贵族制度 骑士制度 庄园制度 教会制度 各种各样法律 为什么我们说比较独特呢 因为它是成制度的 中国也有农奴 也有一副民 也有贵族 但是 没有像他们那样 自主化 贵族 它到底有多大的权力 它有领主权 地主权 司法权 行政权 军事权 以地主和领主的身份 进行统治 它这种制度化的权力 比较典型 比较典型 中国像这样 一个个独立皇国的时候 是不多的 中国有很多 重要的官僚 你能说他们是贵族吗 很难说 你说李鸿杖是贵族吗 黄安寺是贵族吗 你不能这样说吧 对吧 因为呢 它不是 它是国家的成功 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贵族 我们接下来要谈 没有中世纪 就没有欧洲的特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觉得 中西方文明的分界线 是来自于中世纪 古代的罗马帝国 和中国的秦汉帝国 基本上发展 有类似之处 都是从分散 走向集中 但是到了中世纪 中国 继续走 中央化的道路 欧洲 却走了 分散 格局的道路 所以呢 就走上了两条 不同的道路 欧洲后来啊 出现了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呢 叫做封建制度 欧洲的那种封建制度啊 你可以从各种方面上来看 你可以从政治上来看 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 中世纪专家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位 哈斯军师的学生 叫Stroyer Stroyer就谈到封建制度的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它叫分散格局 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 然后军队的大部分 也通过契约 被掌握在私人手里 第一呢 分散格局 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 第三呢 叫做军队的大部分 也被掌握在私人手里 这样的状况出现了 非常之混乱 非常之混乱 这就是中世纪 然后呢 这样一种发展 肯定不好 肯定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讲那个历史课 讲到中世纪啊 我们仅仅就分析 其中的一个皇国 叫法兰克皇国 其他的我不多说 其实整个欧洲来看 中世纪比较混乱 比较混乱 所以我们说 没有中世纪这样 这种发展 就没有这种 独特的欧洲的特性 什么特性啊 就中国是延续着 中央化的发展 他们呢 从中央化的帝国 变成分散的政治 这样一种发展 第二个情况 我们说欧洲的道路 和欧洲的现代体制 也只能从欧洲中世纪的 制度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们走向近代 和我们走向近代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经常谈一个词叫近代 那个国家 或者近代民主国家 西方人啊 谈什么叫做近代民主国家呢 无非就是国家制度上的一些结构上的变化 比如说全国统一了 有官僚体系了 有常备军了 有主权了 国际上没有干涉他的国际势力 地方上没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 有一会了 还有呢 有官僚制度了 有税收制度了 这些东西他们认为 这就是中央民主国家了 但是我们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啊 似乎这样一些特征啊 除了一会之外 巨大的特征 我们在秦始皇和五帝的时候都有了 怎么说这是近代呢 所以我们中国学者分 来讲那个欧洲的近代民主国家 我们要讲的比它全面 我们首先说这是资本主义兴起 引起的社会变化 世界贸易 国际贸易 世界市场 哥伦波航海 地理大发现 科学的发展 我们是这么来讲的 我们也承认 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上有所变化 我们也承认 但是我们增加了一个民的关系 民在这次很重要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的政治学说里面 民的因素大大凸显了 在文艺复兴的那些思想家 但丁比特纳克 贵侠典尼 马基亚威尼 托马斯莫尔 伊拉斯莫生子 这凸显出民的地位 民变得很重要 民很重要就是民生 民意 民想 民智 民权 等等 这一条线 恰恰是近代民族国家 人民参与政治的成分的增加 这个特色 第三个特色是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 一个是民意 一个是知识精英如莎士比亚 还有呢 就是人民的 那个国家的福祉 像那个莎士比亚 帮他办戏剧啊 戏院啊 国家支持 这建立起来 这个民族国家呢 民族文化 并非就是传统文化 它是和民族国家 相匹配的 一种新的文化 当我们讲到 近代民族国家的时候 我们一定讲第四个元素 叫做民族文化认同 但所有的德国人 德意志人 都认为他是德国人 但所有的英国人 都说他是英国人 这样就是一个大的民族认同 所以当我们谈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 我们讲的很复杂 第一 资本主义发展 第二 国家结构变化 第三 民族文化兴起 第四 大的民族的文化认同 第五 民的一条线 这样才会理解到 为什么到后来 林肯要说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这一条线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做学问啊 往往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西方 这样能看出很多西方人 没有看到的地方 那么欧洲的道路 怎么最早的进入了近代社会 文艺复兴怎么理解 为什么文艺复兴可以走向 350年 我们稍微分歧 分歧一下 走向中世纪 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啊 476年 导致了地中海文明中断 东西方贸易中断 当然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看 他说地中海文明没有中断 东西方贸易也没有中断 这就涉及到一个国际争论了 但总的来看 地中海文明啊 恰恰和以前不一样了 东西方的那个贸易呢 也不如以前了 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变化 那就是 热曼人 满足入住欧洲 建立起来 在罗马的废墟上啊 罗马帝国废墟上 建立起来十多个小黄国 法兰克黄国 苏惠尔人黄国 汪达尔人黄国 东克特黄国 西哥特黄国等等 所以中世纪这个早期的欧洲啊 我们一般把它看成是一个转型的时期 里面各种元素都有 从476年到公元800年 基本上有各种元素 有原来的罗马 希腊元素 有满足的元素 还有一些 那个其他的元素 比较昏暖 一般来说 有四种元素 一个是希腊元素 一个是罗马元素 一个是热曼人元素 一个是基督教元素 这些元素 所以我们从476年到公元800年 可以看成是中世纪的早期 从公元800年到公元1100年 我们看到中世纪的中期封建时代 那个时候出现了封建制度 当然他那种封建制度呢 主要是从政治上来理解的 没有去从那个经济上来投资 然后呢 从110年到1300年呢 是欧洲发展的很好的时期 尤其是1300年 城市复苏了 人口增长了 工资业繁荣了 皇权也逐渐强大起来了 可惜到了1348年到1500年 欧洲又衰落了 欧洲又衰落了 那个时代怎么 那个时代就是出现了黑石碑 和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 那么再发展下去 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新元素产生了 欧洲呢 出现了近代民主国家 1516世纪 出现了文艺复兴 16世纪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欧洲这个发展 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 还是比较 看不清 还是比较明显的 从中世纪向近代的发展 还是比较顺利的 因为它是由三场文化运动和三场政治运动交替进行的 我们说一场就是文艺复兴 一场就是宗教改革 还有一场就是启蒙运动 我们都把它算成文化运动 三场政治运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大革命 美国独立战争 这么朴素 没有什么浮华 这是乌大卫就不一样了 乌大卫这个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 他穿上皮铠甲 盔甲 这证明什么 他是军队领袖 他有根权杖 证明他是皇帝 你看下面还有小孩 证明他亲民 这是修饰过的 这是沙宾的妇女 古代罗马人很残酷 然后就请人来跳舞 跳了舞以后 就不把女孩子放回去了 那么父兄就来和罗马人争斗 那么一边是父兄 一边是丈夫 很残酷 这沙宾的妇女 罗马人 他的那个 有罗马人的那一套 他是一种自己的文化 罗马是一种强力 强调强力 次序 责任 所以比较现实 我们来比较一下 希腊是强调一种 多元中的和谐 各行共鸣 共和六玄情 罗马人 要别人敬畏 惧怕 不太一样 希腊人是要去生活的 无限丰富化 罗马人 最重要的是要有 满足生活的必需品 罗马人有时候比较 实用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而希腊人 有一定的变增思想 希腊人从原则中产生艺术 罗马人从规范中产生成功 这个要讲一讲 这是公元150年 一幅罗马帝国的地图 当中白的就是地中海 地中海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服 整个罗马帝国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地中海沿岸建立起来的 最左边的是西班牙 在上面是高卢 就是法国 高卢在上面的 那就是斯特拉斯堡 在上面的就是布里迪 那就是英国了 英国 再往下走的 那是非洲 非洲里面有一个大城市 埃及 大国家埃及 然后有一个大城市 叫做西波 西波 然后呢 还看到了那个 里比亚 所以这是非洲 非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埃及了 然后我们再看 往那个当中看 当中我们就看到什么 看到了那个 希腊 看到了马其顿 然后再过去就是两河流域了 美索比达米亚 小雅西亚 就这样了 然后越淡什么的 但是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有没有找到德国 你没找到德国 德国除了莱茵河 科隆和斯拉斯堡 那个地方受过一段罗马化 其他的区域不是罗马化 那个部分啊 我们像那个英国 法国 西班牙 还有一大利 还有希腊 这些国家 他们在罗马帝国的 那个那段 他们在几千年前是一家 尤其是西班牙 法国英国 这些国家 意大利啊 所以呢 他们虽然也打百年战争啊 虽然之间也有纷争啊 但是很多东西 他们相通的 但德国不在 不包括战略 德国那个时候 是热曼人 那个 呃 占据的 热曼人文化不发展 但是军队很强 然后呢 他们就 经常的打仗 罗马和那个热曼人 打了三次 失败三次 以后就不打了 所以我们 向大家展现这个地图呢 主要就想说明 啊 德国自己搞一套 啊 和那个其他国家不同 为什么德国总是自己来一套呢 啊 就是因为 他没有和其他国家 分享过一段历史 这就是军事展丁 大帝啊 那个就是 在那个 伊斯坦布尔 拜占庭那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 东罗马帝国 我们看看这个像 就觉得他和 早期希腊罗马的艺术 很不一样 他给人家看的 不是好看 而是强 啊 就是罗马 强 那个军事展丁 一个呢 建立了 东罗马帝国 另外呢 他归于基督教 从此贵族就开始 控制了基督教 那么 希腊和罗马相结合呢 成就了 希腊文 欧洲文明的古典基础 古典文明这个词啊 可以了解一下 什么叫古典文明啊 就是希腊罗马的文明 什么叫古典风格啊 就是古代希腊罗马的 艺术风格 什么叫 古典主义啊 那是17世纪产生于欧洲 尤其是法国的文学 艺术思潮 他强调 在艺术创作中 以古希腊 罗马文学 为典范和样板 因此呢 叫做古典主义 什么叫维也纳 古典音乐啊 它是自18世纪 下半月 19世纪初 形成于维也纳的一种乐派 以海顿摩扎特 贝多芬为代表 啊 这个你要听啊 你不要说古典音乐就是别人啊 那不是 这几个 还有呢 我们说 古典舞 古典舞就是宫廷舞 是一种舞蹈类型啊 强调人性美 自然美 天性美 人性美 自然美 世界美 啊 他把舞蹈看作有限展现 无限的艺术 啊 看成人对于世界的态度 和人生的境界 所以呢 这里面就有很多 什么叫古典美 我认为就一半是自然 一半是文化 啊 自然性呢 是表现在人的天性美 和自然美里面 文化性呢 表现在人性美 和自然美里面 古典美显现的 是人的现实理性主义 和人的精神情怀 中国啊 那个写一画 既显示了自然美 和天性美 又显示了中国特色的 超然的自然美 那就是 大爱无疆 大道无数 大因牺牲 于是陶渊明 五弄五选之情 以及奇异 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有 艺术的抽象 欧洲没有 欧洲有的是 神学的哲学抽象 原因呢 就是知识分子的位置 欧洲啊 那个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啊 大体是两部分人 一部分呢 是工匠 另一部分是神职能源 那个神职能源呢 研究是天堂的学问 不是今时务时的学问 工匠呢 研究的是有经验 而没有实验 那么这批人 主张知识分子呢 他们就造成了 文化上的缺陷 一个是文化不务实 一个呢 是不科学 还有到黑水冰呢 说明文化是不够用 而中国呢 那些知识分子呢 因为有科学制度啊 都是饱读诗书的 而且有很多是当官的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 一些与生活 不那么直接的一种艺术 平时审判案件 但是他们精神追求里面呢 去追求一些自然美 天性美 然后要把它极端化 极端化又没法表达 于是只能在山水画里面 写一画里面寄负情怀 然后他们发展出一种 艺术的抽象 大爱无将大道无数 觉得最好的东西 不应该做出来 其实那个古典美啊 也是一种生命的美 你看生命的美里面 就体现了一种人性美 文艺复兴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叫淡丁 淡丁有个 有一个梦中情人吧 叫比亚崔斯 淡丁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呢叫《新生》 在这本书里面呢 淡丁说啊 他在九岁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个女孩 他们是邻居 然后呢 在意大利那个地方啊 有邻居之间呢 要交流 互相请客 那么淡丁的邻居呢 比亚崔斯的父亲呢 就请淡丁一家去吃饭 就在家门口 桌子上 大家一起聊天 大人聊天 小孩子要到一边去 于是呢 淡丁 九岁淡丁 八岁的比亚崔斯 拿了很多好吃的 就跑到那个墙角下去 过家家了 然后一边吃东西 一边聊天 淡丁就特别高兴 然后淡丁就对比亚崔斯说 你真美 我爱你 比亚崔斯马上回来一局 你无耻不惨疑 然后淡丁长大了 长大了 到了那个十几岁的路上 又见到了比亚崔斯 那淡丁就 就对他狂打招呼 比亚崔斯对他微微一笑 淡丁就气着挺好 后来他们真的谈朋友了 谈朋友以后呢 那个比亚崔斯 属于那种比较作的女孩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坏 你对他坏 他就对你好 那么淡丁很敏感 根本受不了 淡丁就死坏 去讨好另外一个美女 说我帮你写诗好吗 我帮你画画好吗 那比亚崔斯是何等人物 一看就觉得淡丁死坏 不惨他 后来呢 那个比亚崔斯 死了 还是和什么了 反正呢 淡丁就把他写到神区里面去了 觉得他挺不错 为什么讲这么一个故事呢 其实我们用来解释 什么叫人性美 淡丁 这个里面提倡的一种人性美 首先是外貌美 然后是气质美 又和他打招呼 他给你微微一小气质美 后来淡丁死坏 人家不踩他 淡丁说这是品格美 最后淡丁把他写到神区里面 说这个人是精神美 灵魂美 所以淡丁这个故事说明 他对那个人文主义 人性美的一种诠释 说出来就是内心的干净 生命的美 告诉我们要过一种美的生活 正当的健康的生活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希腊罗马上两种元素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谈 教会这个元素 教会这个元素在原始基督教那里 他基本上还是谈那个信仰时代 谈那个谦虚 谈虚心 谈舍弃财产 谈自己有罪等等 原始基道教里面的 那样一些元素 一个就内心要舍弃 人要虚心 要平等 要和平 要有负罪感 要和睦相处 要有信仰 所以凌晨八级 登山宝训 就是虚心的人也有福了 温柔的人也有福了 这个关键是 虚心温柔 哀痛 怜悯 即刻沐浴 为一受压迫 清心 这个东西是罗马文化 这种反文化 罗马要张狂 要逼迫 所以呢 这个不行 总的来说 希腊人呢 像是放大了的个人 罗马人是放大了国家 罗马人是放大了的家 基督教呢 像一条纽带一样 把山子圈起来 形成一个中世纪 欧洲的信仰时代 中世纪的基督教啊 在那个有所发展 严格的说 发展的不是宗教 发展的是教会 那么这样一种发展呢 使得原始基督教呢 就变成了一种 干涉世俗政府 然后在世俗界 也起很大作用的一种教会 中世纪有两把剑的理论 政治分裂的条件下 世俗的事物 归国王所管 精神的方面 宗教方面 道德的方面 教育方面 归教会所管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世纪教会独立 对世俗行政 以及道德教育 各方面进行干涉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 是精神的家园 为什么说精神家园 因为乱世 罗马帝国崩溃 战争普遍 所以很多人呢 就跑到教会里去了 尤其罗马的那些高官 罗马的那些贵族 都跑到教会里去了 他跑到外面去和满族 谈问题 谈不通 一到教会里面 就可以谈奥古斯丁 就可以谈 那个凯撒 就可以谈乌大维 就可以谈罗马的光荣 所以呢 成了一种精神家园 第二个情况 就是合法性的效用 教会啊 就承担了很多 世俗的责任 有很多人要结婚 他不习惯罗马的婚姻 罗马人很随便 不是不习惯 那个满族的 那个婚姻的 那个条款 他愿意到 教会里去 教会说 好啊 我帮你来开证明吧 那么说 你凭什么开证明啊 你看 那边坐有一个先生 那个先生可能了不起了 原来就是罗马的一个什么 总督啊 他帮你开证明 你还不相信吗 所以这渐渐的呢 有很多 那个教会呢 就承担了 一些 行政的职责 第三个情况 由于这个知识分子啊 还有罗马贵族啊 都跑到了 教会里面去 就把教会建成一个 高度政治化的独立组织 第四呢 教会的范围比较大 他又去到处去传教 而一个个分立的 那么小黄古 地域比较小 所以呢 就有一个 范围大的教会 容易长优势 第五呢 当时也没有 可以和教会向抗衡的 强大的政府 然后呢 教会就渐渐地 垄断了法律 垄断了道德 垄断了文化 垄断了行政 医疗 然后呢 在当时呢 也产生了一些 激贫的事情 为一些穷人 而提供安慰 那么 总的来说 教育呢 也世俗化了 教会就发展 这种理论叫因果论 什么叫因果论呢 就是好论也好报 号召人啊 得救啊 主要是靠自己 就是你积累了功德 你就可以获救 关于这个问题呢 后来被马丁路德批判的 马丁路德在1517年啊 提出了95论纲 就是反对买卖赎罪券 买卖赎罪券就是 教会提倡 只要你购买了书罪券 你就可以赦免你的罪刑 那么这样一来呢 其实谈的是一种功德的转乱 那么这个依据呢 就是中世纪教育的世俗化 说你做了好事 你就积累了功德 积累了功德 你就可以进天堂 那么这种说法呢 是很翻机的 这个叫做自救 还有一些基督徒 不同意这么说法 他说呢 这个进天堂 还是要上帝来帮助 所以呢 叫做合作论 就是You do your best God do the rest 一合作 就是进天堂 和马丁路德认为 你做好事 都是属事的 并不影响你进天堂问题 因为这是属灵的 所以呢 你是被救的 绝不是自救的 所以呢 中世纪的那个自救论啊 就是他的因果论 他是一个教会 世俗化的一种表现 再发展下去呢 教会就具有神性了 教皇师父就掌管 进入天堂的要事了 然后神志能源 就成了高等的贵族了 教会里面发生 这等级制了 教会又独立发展了 不仅成了精神皇国的领袖 还成了世俗皇国的领袖 还有军事权利 比如说发动了好几次的十四军东征 都是一个教皇去发动的 这么一人呢 我们看到中世纪教皇 中世纪天堂教会 我们可以说很强大 但是同时很世俗 这样呢就出问题了 教会发展的后果呢 就是世俗化 有权有钱有文化 这个呢就获得了大量财产 大量土地 大量权利 世俗化这种教会呢 如何才能回归到正规的道路呢 最后就导致了16世纪的 宗教改革运动 中世纪当然有教会纯洁运动 收效不大 总已到了16世纪 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要求什么呢 要求第一 你把那些教会 占的那些权啊 钱啊都回归社会 神职人员就是一般的公民 应该纳税 修道院应该关闭 这叫舍弃的新教 第二呢教育改变了 刚才所说的那种叫行为称义啊 就转变了因性称义 做好事不能得救 因性称义信仰得救 这就回归精神化 崇拜的对象 预计崇拜教皇啊 还不如神圣的东西 崇拜对象是神 而不是人 在世俗社会 没有神圣的 所以呢新教徒呢 就取消了圣徒这一说法 还有啊就是取消了那种啊 教会等级制啊 然后呢 凡信徒皆基师 每一个基督徒 他的地位和大主教是平等的 取消了等级制 然后还藏了一种 一种潜定论啊 你得救不得救 这是神规定的 那么这个宗教的改革呢 绝对不完全是一个宗教改革 它还是一个新教的改革 社会的改革 因为它诞生了现代的福利制度 修道院教堂里没收的钱 用来办教育办医疗 那么促进了现代医疗制度 然后呢 还促使了那个城市的发展 你比如说 过去城市里面宗教节日 一年有一百多个 你怎么来生产 所以呢 它呢 鼓励人 应该取消宗教节日 然后鼓励人应该进行生产 然后呢 也促使了科学 现在科学的发展 现在婚姻制度的发展 取消了一百多个节日 然后呢 分清了人间一天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第三个元素谈的是宗教 第四个元素谈热曼 热曼呢 战争军事力量比较强 但是呢 文化比较落后 然后呢 希腊人是理想为动力 罗马人呢 比较功力 功力作为动力 就是叫信仰为动力 勒曼人呢 好像你给他个信号 然后就发动了 勒曼人的动力比较奇怪 他没法说 他有什么明确的主张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过去不重视 现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动力 比如说 在那个旧金山那个地方发现黄金了 结果呢 很多东部的美国人 就把自己的家园不要了 就 驾着马车 驾着牛车 向旧金山那边去淘黄金去 人大人 这是个信号 但是勒曼人是比较落后 但是有个信号 就是罗马那边崩溃了 我们去吧 这样就去了 所以勒曼的元素 勒曼这样的国家 怎么走向现代国家呢 其实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 第一种政治形态 也就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 第一种政治形态 我们把它称为是 日耳曼人的皇国 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好好称呼呢 因为他这个东西还是部落制 正是从部落 大的部落联盟 向国家转化的阶段 所以呢 我们称他们叫 西哥特人皇国 东哥特人皇国 汪达尔人皇国 苏惠尔人皇国 法兰克人皇国 安卓·塞克森人 这些人呢 是个民主部落 这个 这种国家什么性质呢 这种国家 处在部落瓦解时期 它的统治核心 是以国王为核心 建立起来的私人政治网络 包括亲戚朋友 包括清兵 国王是中心 第三呢 没有固定的监狱 打争战争 可能把人家一个国家消灭了 嫁个女儿 可能把几个州 嫁出去了 对吧 然后范围比较小 地方主义 没有完善的政府机构 以权谋私 公权力私用 公私不分 靠的是私人关系 这种东西呢 不好 很容易瓦解 所以我们现在听不到 这些国家了 第二种 中世纪的政治形态呢 我们把它叫做领地国家 这是公元十四季 十一世纪 欧洲产生的 这些名称 我们一听就 觉得很精简 这种国家叫什么呢 叫英国 叫法国 叫德国 叫西班牙 叫意大利 这个名字出来了 这种名字出来啊 证明 它已经不再是 满足帝国了 这种国家有什么好呢 这种国家 第一 公权力是公权力 私权力是私权力 公私要分开 第二 国家的领土要保持完整 应该主权不能被分开 第三有官僚制度 第四呢 国家呢 除了整个洋上之外呢 作管一些社会 社会的重要事情 要管 尤其在法律上面 国家要管 所以由于 它这种体制 要优于 热曼的皇国 所以呢 到了十世纪 十一世纪的时候啊 那个热曼人的 满足国家 通通完蛋 让我以我们 现在比较熟悉的 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欧洲到了 1400年 13 1200年 到那个1400年 之间啊 欧洲就出现了 第三种的政治形态 我把它看作是 诸侯和君主 合作的国家 也就是呢 诸侯强大了 然后君主呢 也强大了 他们之间进行合作 共同来统治国家 这个情况呢 贵族与 大贵族与国王合作 建立了一种 相对统一的 次序 在英国有 大宪章 在法 在德国呢 有黄金诏书 他们这些文件里面呢 都给了大贵族 很多特权 那么大贵族呢 也愿意维持 自安 贵族身份确立 贵族呢 成了等级集团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欧洲的 十二世纪 十三世纪 那个 政治状况 欧洲再发展下去啊 就发展到 十五十六世纪 叫近代民主国家了 从那个国家的 结构上来看 国家拥有主权 领土不能随便 分割 官僚政治 领地不能 随便分割 统一 有常备军 开明君主 开明君主 就是 君主立宪自下的君主 然后就是一会 这就欧洲人认为 具备这一线 就是近代民主国家了 我们认为 通过人眼光来看 这些东西 除了一会之外 我们好像 情况汉务时候就有了 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认为 还要加另外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资本主义发展 第二个因素 大民主文化认同 第三个因素 民主文化 第三个因素 民主文化 我们认为呢 这些都是重要的 还有第四个因素 就是民这一条线 从那个民生 民想 民旨 民权 到共和国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理解 是中国人的看法 比它来到完全 但总的来说 这种近代民主国家 它的重要性 就是近代性 它的近代性 绝对是肯定的 欧洲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 其实中世纪 已经结束了 它还有没有 继续发展呢 还是有的 这就发展了一种 经济国家 国家的社会功能 大大的扩展 古代国家 不是整个扬善 现在国家 要发展经济了 典型的就是英国 国家政府 作为后盾 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来争夺资源 向外扩张 所以在欧洲的 那个西方的 那个历史书上 都表明 有一个时期 叫做扩张时期 欧洲的扩张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 首先是 那个地理发现 然后是 那个扩张 然后是殖民 这个一步一步走下去 为资本主义 积累了原始资本 现在能不能再发展下去呢 那就发展到 现代政治了 现代要建立的呢 是以人为本的 现代和谐国家 现代和谐国家里面呢 主要要提出 六种和谐 第一个和谐 叫国家与民主的和谐 第二是 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第三种呢 叫做国内与国际的和谐 第四种 中央和地方的和谐 第五种呢 是传统精英 和专业精英的和谐 还有呢 国家与自然生态 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 国家这个词啊 首先叫country 它是指 有人待的地方 第二呢 叫kingdon 那是有个国王 叫皇国 还有个叫state state的这个词啊 其实和这个政府啊 是个政治性很强的词 我们现在经常把古代的 什么希腊的城邦 叫做city state 把意大利的城邦 叫做city state 有点不对 其实那个不能叫state state是一个很现代的政治意识很强的一个词 还有个字叫nation 类型本意就是民族 nation本意就是民族 但是 为什么这四个字都能叫国家呢 首先我们看啊 country是指一块地方 kingdon是国王 那个我们这么称呼呢 这里面都能理解 但是nation这个词 怎么可以成为国 可以成为那个国家呢 有本地理杂志啊 我们叫做national geographic 为什么这样用nation呢 就是因为呢 有一个大的民族的文化认同 当一个地方的所有的人 都承认这个国家 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出现了像德意志人 英国人 法国人 或者我们说中华民族 这样的大的文化认同呢 那个nation就可以指国家 国家地理用的就是nation 国家与民族的和谐特别重要 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也很重要 因为社会里面呢 有民意 社会经常提出要求 要求有干净的蓝天 干净的空气 白云蓝天 干净的水 有很多民意 那么国家要和他关注社会 国立国际要和谐 中央和地方 中央有中央的考虑 地方有地方的问题 都要考虑要和谐 传统精英 还有呢 专业精英之间要和谐 国家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自然生态 水 空气 阳光 这些东西 国家要管理 气候 刚才已经讲了教会的发展 我们已经讲了政治的发展 我们也讲了基督教的发展 现在我们讲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 欧洲呢 文艺复兴啊 绝对可以看作是欧洲 游衰 结新的 讲这点 文艺复兴里的文化和希腊文化不同 文艺复兴那个人文主义啊 它不完全是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它还包裹了一种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 文艺复兴那些人做的梦也不完全是 完全理想主义的 刚才说了 彼得拉克就有个分歧 古代是好的 中世纪是坏的 他自己生活的年代 真不如时的 还好他说了一句 新时代从我彼得拉克开始 由此发动了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文化发展啊 中世纪要文艺复兴界限呢 之间呢 无法界定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认为呢 既然无法界定 你要不要运行规定吧 经典作家恩格斯可能对丹丁有一个评价 说丹丁 既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 又是近代的第一位诗人 就承认他身上有两面性 其实啊 除了那个时代的划分之间 文艺复兴艺术作品 也有他的两面性 这个两面性就是 一个他要什么 要批判旧文化 另一个呢 他要红眼新文化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那个 两面神的问题 两面神有一幅画 大家都知道 大家看不懂 这幅画呢 就是达芬奇画的《莫娜丽莎》 《莫娜丽莎》这幅画特别难看懂 首先 那个《莫娜丽莎》年龄不能确定 既像一个非常年轻的 这不能说少女嘛 非常年轻的青年 又像一个中世纪 一个保养得很好的 40岁的少妇 然后呢 她的身份无法确定 她那么安静的坐着 既像一个伯爵夫人 又像一个 失明的太太 第三个不能确定的 她高兴不高兴不能确定 我们经常把 《莫娜丽莎》说 《莫娜丽莎》在微笑 你再去看 她在微笑吗 她还在郁闷啊 现在又有人说 这句话我不负责 但是我看到 她说 这个性别也不能确定 所以据说啊 那个《莫娜丽莎》 达芬奇把自己的 那个头骨啊 加到《莫娜丽莎》 这个画里面了 所以究竟画的是 《莫娜丽莎》 还是达芬奇自己 也不能确定 为什么 她要有两种 不同的东西 放在同一张画里呢 其实就要凸显出 她有宣传光明的一面 也有批判黑暗的一面 还有迷了 就是达芬奇这幅画 画了五年 画完了 居然不给《莫娜丽莎》 偷偷地带到法国去了 根本就没给她 那你画画干嘛呢 对吧 也许她这些画得太好了 不愿意给了 又带到法国去了 对 所以各种各样的东西呢 就说明了 希腊这个艺术啊 只是一种理想化的 理想的追目 而文艺复兴呢 它主要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画的是 批判旧的东西 一个是弘扬新的东西 除此之外呢 文艺复兴的艺术风格 挺有意思的 文艺复兴起源于 诗 起源于艺术 或者从风格上来说 起源于唯美主义 浪漫主义 终结于理性主义 现实主义 而在达芬奇 拉斐尔 米凯朗基罗时代呢 恰恰是两面都有的东西 也就是现实主义 和唯美主义 浪漫主义和 理性主义 都结合得相当好 所以达芬奇呢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我们从这些情况来看 我们就看到了 非常有趣的 那个东西 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们总的来说 欧洲的这样一种发展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 非常有个性的一种文明 这种文明的发展 和中国不太一样 但是总的趋势 还是一致的 都是从那个 落后走向进步 都是从本能走向文明 从这些方面来看呢 它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从 这些方面来看 一定会有很多 不同的答案 欧洲的历史 尽管我们这部 世界的文明史 不能完全 那个回答 但是总的来说呢 我们可以 不断地来探索 不断地来 那个深入 所以我自己感到 欧洲的中世纪 非常有趣 也非常难 今天谈了半天 只能是 简谈 为什么简谈太难了 中世纪史 是欧洲学历史 当中最难的一部分 研究 这个中世纪史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大家肯定还会 对另一个问题 感兴趣 另一个问题 既然这么落后 为什么它又是 最早过渡呢 为什么最早进入 近代社会呢 这个问题 当然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注意到 欧洲像近代 过渡的时候 它是有一种 过渡期的现象 比方说 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一直到查理大帝 统治时候 大概有350年 社会性的说不大清楚 就是它各种成分都有 这个就是过渡 我们只能说 它从古代 向中世纪过渡 后来到了黑石变时期 公元1350年 到公元1800年 这是450年 450年的时候 真正进入了 资本主义社会 真正的资本主义 登上历史舞台 它有450年的过渡期 那么为什么 欧洲会有过渡期 过渡期的本质 又是什么呢 这方面呢 有几位历史学家 都有过精彩的论述 有一位历史学家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 英国人 他是专门研究 那个封建 英国封建制度的崩溃的 叫黑尔顿 西尔顿研究出来 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 那个 在那个黑死病以后 那个农村衰落了 城市也衰落了 这种衰落情况 使他感到 在黑死病时候的 14世纪 欧洲的资本主义元素 是很弱的 是很弱的 他这个东西呢 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提醒了 我们过去说 资本主义怎么兴起啊 是因为资本主义 很强很强 很强很强以后 资本主义兴起了 然后呢 他就摧毁了奉建制度 然后呢 他就变成近代国家了 但是黑尔顿的研究啊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好像当时资本主义 因素很弱 那就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 也许因为欧洲的 那个封建制度啊 本身有软弱性 本身不好 自我崩溃 当崩溃了以后啊 那个资本主义元素 才逐渐发展起来 这样一种说法呢 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这种情况 就会产生过渡级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 过去的各种解释 我都认可 但是要增加一些新的认识 这种新的认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啊 它的那一套体制 中古社会的那套体制 是比较不健全的 很有可能碰到风吹草动 就要自我崩溃的 在这样种落后的体制里面呢 它有很多落点 一个落点 它黑格尔曾经总结过 第一个呢 就是地方主义 构成了对国家的反动 第二呢 说到那个部落呢 构成了对国家的反动 宗教呢 构成了对国家的反动 其实它没有统一的民族精神 而凝聚力极低 经济落后 还有呢 它那样的一种国家 它那个 长期的极贫极落 落到什么程度呢 有很多地方 落到了一粒种子种下去 只能说三粒种子 那还了得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一遇封建就要 那个 就要崩溃 旷去欧洲的那种封建主义啊 具有强大的军事的性质 军事性特性很严重 你把庄园制度这么落后 按照现代的方法去计算 肯定是亏本的 农民的收入这么低 你还要维持这种体制干嘛 其实它是和军事制度连在一起的 因为是财艺嘛 财艺变成庄园嘛 庄园要筹备军粮嘛 要有那个 维护那个盔甲马匹 提供歧视嘛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 它不能撤掉 就有点像中国的囤田 所以你一个军事封建主义啊 这个 这么落后 你还维持 为什么要维持啊 共打仗 因为千年战乱 都要打仗 所以我们看 欧洲很有可能 要增加一种可能性 就它那个体制落后 有自我崩溃的嫌疑 所以呢 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 那个封建体制 由于自我的原因 过早的衰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呢就造成了 它焦早进入近代社会的 这样一种情况 同时我们还要说 一个形态像另一个形态啊 过渡啊 不能只靠一个元素 应该靠的是综合国力 所以文艺复兴满足了这个要求 它呢 从各个方面呢 积聚了文化的力量 现在教育 这是就是力量 满足了那样一种 那个科学的力量 那么这样一年呢 就发展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啊 欧洲啊 这样一种发展啊 它有自己的特殊性 那么至于欧洲 怎么向近代社会发展呢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 现在呢 我们的时间 叫浅谈中世纪啊 已经浅谈了很久了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不知道啊 我刚才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呢 有没有我们的老师啊 学生啊 有没有问题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 可以来解答一些问题 文艺复兴的关键词 就叫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这个词啊 说穿了就是个人字 是不是人字 以人为本 可以引生出很多东西 关键就是人的需要 关键就是人的文化 那么那个观点很有趣 我们过去很多运动啊 很多改革 很多革命啊 甚至我们的目标 都是改变制度 改变制度 文艺复兴的把人放到中心 强调人的改变就是改变 所以那个福克哈特呢 他曾经说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期 文化里面说 为什么说这批人 也是现代社会 他就从人的改变 说法的 他在一种性能身上看到 有能力 有技巧 有前沿的思想 然后有 有个性 同时呢 有世俗精神 要建立自家家园 这批人 无论如何不是忠实 于是一父之名了 有独立性啊 不再是一父的人了 那么这一点 是我文艺复兴 给我的最大的启示 我们说最好的状态是 人也好 制度也好 但是有可能制度很好 人不好 那制度还会好吗 所以这个影响很重要 那么文艺复兴的第二个重要性呢 它直接影响了启蒙运动 你说以人为本啊 人文主义 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 天赋人权 然后到了法国革命 不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不是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情况 像文艺复兴这个运动啊 它承担了两大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它是要用文化来改变世界 改变当时的落后状况 第二个作用呢 它要把欧洲从危机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尽管我们说呢 它是重要性 很重要 但比较温和 自发的 它把那个 文明 科学 卫生 教育 注入到欧洲人的生活方式里去了 我们看 假如和 其他的文化运动相比啊 它批判性比较少 但是呢 它那个创新性比较大 这也是我对文艺复兴 特别有感觉的地方 就是说呢 它不再把重点去批判旧的东西 而是抛弃了旧的东西去造新的东西 比如说有个黑白电视机 人文主义看到了一定赞美 这个黑白电视机多好啊 让我们看到了 它不批判它 结果它就去造一个彩色电视机 那么所有人都去看彩电了 黑白电视自然就淘汰了 所以它用创新来代替批判 结果从根本上来 一下子 就把它 那个改变了 这个方式呢 很独特 而不是把重点放在 把旧的东西骂啊骂啊 批判啊批判啊 但是它用这种方法来做 给我很那个 还有呢 这样一场运动啊 它刚开始的时候 是产生于非常感性的东西 诗歌 艺术 假如文艺复兴开章 就是马基阿威的君主论 我看这个运动很难发动起来 尤其在灾变的情况下 但这个运动啊 它有清晰的轨迹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艺术啊 文学啊 诗歌啊 渐渐的 它到了1450年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算成是 在佛罗伦萨至少是 从1300年到1375年 因为1374年是比特拉克死 1375年是伯加丘死 主要人物是 但丁比特拉克伯加丘 这些人物呢 开创了早期人文主义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它的发展期 也就像1376年到1450年 那个时候的代表人物叫做 四名人文主义 那是一个犹太裔的 那个德国人 后来跑到美国去 汉子巴伦提出的 他说那个时候 那个不再是为艺术而艺术了 也不是个人的创作了 而是要提倡爱国主义 公民呢 用文化来为国家服务 这个时候呢 走向理性 走向理性 渐渐的呢 特别强调 国家的职能要扩大 最根本的问题是 共同利益 就是国家不就是 不再是讲讲什么 艺术文化了 要实责性的 在制度上 建设教育体制 办图书馆 维护每个人的个人素质 然后呢 教育 为国家服务 这一段叫做失明人文主义 然后到了 13 那个 1451年 到1530年 这叫做晚期人文主义 那个晚期人文主义 那个时候 晚期完一复兴 基本上就走向 君主治时代了 或者共和政治 向君主治时代发展了 社会变得越来越理性 出现了归卡丁尼 出现了玛吉亚威尼 出现了这种政治家 然后他们主要工作 是放在那个政治学上 政治学说上有所创建 所以马克思说 那个 马教育区分了 区分了那个 伦理学与政治 伦理学与政治学 所以他以后就是一个 现代思想家了 所以我们说呢 这样一种发展 从浪漫主义 唯美主义 走向理性主义 走向现实主义的发展了 可以看出他的 那个真正的发展轨迹 然后这个运动 你说结束了吗 在欧洲是结束了 但是他又 在意大利是结束了 又跑到欧洲去了 出现了拉伯雷 出现了萨安迪斯 出现了萨斯比亚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伊拉斯摩 托马斯摩 这个就发展了 所以总的来说呢 他里面最主要的 就是他把一种理念 应用于国家的实践 然后实质性的 让人们知道 民的问题是最主要的 国家是为民服务的 自证为民的实现 这个就是 变成一种政治学研究 这种政治实现继续发展 发展到启蒙运动 这一点呢 对我们的感触是特别深的 所以文艺复兴这个词啊 其实就是再生的意思 由于当时的人啊 在介绍给中国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介绍文化与艺术 所以渐渐地认为 文艺复兴就是文化艺术运动 其实现在越来越觉得 文艺复兴就是再生的意思 意味着一种复兴 意味着一种忠心 意味着游赛极心 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都是自己的一些看法 还有没有同学啊 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有时间 再回答一个问题 好 就是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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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读那本世界文明史 来接触文明的 文明这个词的感觉啊 就是人越来越像一种 那个文明的人 知识的人演化 摆脑了我们本能的人的这种状态 所以文明是个好智慧 文明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词 所以我们当想到文明的时候 我就想到人的处境 一个人啊 首先是生命的处境 然后呢 是他的物质的处境 然后呢 是他的社会的处境 这三种处境 这三种处境啊 我们认为和其他生物都有 我们说蜜蜂也有生命 蜜蜂也有社会 蜜蜂呢 也有物质 但是还有两个处境 一个叫文化的处境 一个叫情感的处境 这些呢 都是我们生活方式里面的 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学生 要读那么多书啊 那么多年书啊 这就是把那种文明的习惯呢 变成了你的生活方式 北京大学有位著名的哲学家 叫冯友兰先生 写了无数的书啊 到年纪大了 还在写书 周边的同事就就问他了 冯先生啊 你为什么还要写书啊 你写书干嘛 他就说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做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 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啊 奉献于他们乐爱的视野 很高兴 所以最后呢 我说几句话 结束今天的 向大家的汇报 有几句是我想出来的 大多数是抄袭来的啊 第一句话呢 叫做人通过劳动获得温饱 啊 人通过劳作获得温饱 第二句话呢 叫做 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啊 人获得知识 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第三句话呢 叫做人通过创造获得自由啊 人只有创造才能自由 第四句话呢 叫做平庸之人啊 之所以不能成功 在于一个多字 难多的多字 最后一句话叫做天才之人 之所以不能成功 在于一个傲字 只要我们呢 学习这本世界文明史 啊 借造借教 努力学习 然后呢 牢记北京大学的座游民 啊 我们呢 一定能够成就我们的人生 这个座游民很简单 在这里重复一下 叫做吃好饭 睡好觉 啊 吃好饭 睡好觉 读好书 交好友 啊 我们刚才又我的五句话 再加上北京大学的 吃好饭 睡好觉 就好友 读好书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 朝着文明的方向 啊 来 发展我们的人生 啊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同学们 那么今天的 啊 世界文明社讲座呢 就到此为止 谢谢 好 我 感谢观看